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破 拘合 甚至是极限时刻的招架都相当强大 又说是反击之王都不为过 但这次破晓的改动也让太刀渐渐从被动的玩法转为主动攻击 整理来说相当有趣 哈喽大家好 我是沙皮 欢迎来到UGS频道 太刀于这次破晓中改动非常大 各种新技能的影响下玩法方面变化很多 这次就来将破晓中太刀的基本操作一次整理让各位了解 当然本次所要讲的是破晓方面的操作 原先崛起太刀基本向操作各位可以参考这一步 需要的可以点选右上角资讯卡前去观看 看完后再来看这一步可以更加了解 另一方面观看影片之前也欢迎对影片按赞分享 还没订阅的也欢迎订阅加小铃铛 算是对我们团队的一个支持和鼓励啊 感谢各位 好了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GoGo 太刀这次真的刺激 一开始来介绍一下这次太刀新增的技能 以及这些技能呢 他的运作方三机制哦 首先呢先来说说这次较好理解的技能 也就是钢气刃斩 钢气刃斩呢是一招可以用来抵挡魔物攻击的响虫招式哦 启动呢会需要消耗一只响虫 且CD时间呢也非常的短哦 像这个样子 哦有没有 好再一次 嘿 嘿咻 哦 同时呢也和原先的飞踢豆哥櫻花气刃斩这些呢 同属为一个技能体系之下 另一方面啊这个招式呢 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机制哦 也就是在格挡成功的当下七刃斩位就会提升 同时呢也会给予一半的七刃子哦 像这样子 哦有没有就像这样子 我们的七刃斩位呢会提升一个阶段 且呢会拿到一半的七刃子 简单来说不管是魔物的龙吼 风压远程攻击近战攻击 就可以立刻让七刃斩位上升一个阶段相当OP 唯一注意刚七刃斩有一个小地方要留意 就是当招式启动后会有一个回刀的动作 这次之间呢是一个霸体的姿态 若是遇到魔物的独断攻击啊 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哦 尤其是自己的血量 另一方面的持招还可以作为招式之间的先接招使用 好比说七刃斩部分 我们可以七刃斩一 七刃斩二 七刃一致斩 然后再做一个无双斩对不对 好像这样子 那么刚七刃斩呢就可以接在以上这些招式之间来做一个使用 好比说像这样子 七刃斩一 一 刚七刃斩 七刃斩二 刚七刃斩 然后 一致斩后 刚七刃斩 接着再追一个无双斩 也可以像这样 侧面斩之后 再一个刚七刃斩 甚至居合完 还有看破完也可以 可以 同时若遇到多段攻击也可以刚七刃斩完之后来接一个看破做闪避 像这样 当然这部分也有几点要特别留意哦 如前面所说 基本上大部分招式之间都可以派生刚七刃斩 且在之后呢 都还可以做原先招式的下一个派生招 然而有些招式呢 却有不同 例如像是无双斩后 以及大七刃回旋斩后 是无法再派生刚七刃斩的 以及原先的图次 下一个呢 则是上捞斩 但是呢 如果我们在使用刚七刃斩后 他会不会没办法再派生上捞斩 而是接续一个图次哦 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而且呢速度会有点慢 同时在释放刚七刃斩后 若再接续等等要说的原跃 速度呢也会慢一些 像这样 好 他会完全收到之后 摆回动作完之后呢 才会释放原跃 简单来说 刚七刃斩是一招 翔虫消耗低CD时间短 且能够使用于大部分的 动作招式之间的 格挡派生招式 只要和魔物战斗的过程中 对魔物的攻击模式熟悉 且节奏掌握得到 就可以做到在攻击之间 瞬间格挡上任的行动 以全面方向的战斗来说 若上手后 会非常不错使用 接着说完刚七刃斩后 再来说说 关于威和这项新动作招式吧 首先威和是和原先特殊收刀 同为一个技能体系下的 动作招式 派生方式 也和原先的特殊收刀一样 任何一个动作后 按下ZR加B 即可派生成功 唯一注意派生成功后 有后续两种不同的操作 首先第一种 就是威和在成功收刀后 并不会直接将刀 收入到刀销当中 而是会很慢很慢的时候 像这样 而这个收刀速度也可以利用收刀速来加快 等级影响方面可以参考以下这个画面 当然我们只要在刀身还未完全收入刀销前 放开ZR的话 就可以派生出威和招架这个动作招式 是一个可以用来作为格挡 且可以派生反击上刃动作的招式 好比说就可以像这样 好 放开 有没有 然后就上刃 来再试一次 像这样子 收刀 放开 然后上刃 像这样 并且威和招架的判定过程相当长 以捕捉魔物攻击判定的时间点来说 我个人也分为提前判定 以及对点判定这两种 好比说提前判定就像这个 对点判定就是这个 两种的对比也可以透过以下画面来观看 提前判定就有点像是攻击快到的时候 在0.5或是1秒前就放开 同样也会判定到 然而对点判定 就是和魔物的攻击时机点完全重叠 当然只要了解威和招架这两种细节后 相信对于应对魔物招式方面来说 会有更多的看法 另一方面招架动作有分为自动招架 以及手动招架 简单的说自动招架就是在收刀的动作期间 只要收到攻击 人物会自动做出反应 并且气刃阶段也会降低 且在后续要派生反击上刃招式的时候 还必须从上刃动作最后阶段的前一个阶段开始进行 虽说自动听起来非常不错 但是以极度依赖气刃展位的态道来说相当不划算 相对若采用手动招架 除了成功不将气刃展位外 同时派生上刃动作也会直接进入最后阶段 相当便利又快速 这部分要特别留意 另外这边也补充一个小美角 针对招架后的上刃动作 目前个人使用下来 七人回旋斩的动作和威和招架配合起来 上刃速度会较为快速 整体相信也不错 同时带有小位移 对于刚使用威和练习的新手来说 推荐可以使用看看 当然一切熟悉上手后 要替换成无双斩也绝对没问题 全数就是一个人的操作习惯 以及魔物动作招式来去斟酌即可 当然威和的招架严格说起来呢 也是为了另一个招式而生的 也就是气刃解放斩 同时也是威和第二种操作方式 那么要进行这个气刃解放斩 一开始一样 我们要先派生所谓的威和收刀动作 接着呢按住ZR直到刀身完全收入刀锹内 像这样子 嘿咻 嘿 有没有 然后我们刀子会收进去 然后会做出这个动作 像这样子 然后当蓄力完后呢 我们再放开的话 就会派生强大的气刃解放斩了 是一个攻击威力极高的招式 像这样 嘿 有没有 嘿 那么刚刚以上这一套下来啊 有几点要特别注意哦 首先就是蓄力阶段呢 我们的气刃斩位会快速的消耗 像这样子 有没有 然后我们收刀的时候 并且会根据这消耗的阶段呢 影响后续解放斩的攻击次数 那通常呢是建议红刃续玩 因为呢解放斩的第三下攻击倍率会相当高 当然紧急情况下 没续玩中途放开呢也不是问题 接着就是蓄力期间呢 有一个相当特别的机制哦 就是可以边蓄力然后边座椅 像这样有没有 嘿嘿嘿 此动作呢除了是用来蓄力期间啊 躲避魔物的攻击外呢 同时呢也可以用来微调就是说 后续解放斩的攻击距离 关于这个微调攻击距离的部分啊 等等后面的技巧使用段落呢 会详细说明哦 另一方面就是这个移动操作 我们的向前还有向左还有向右的距离啊 会比较短但是呢 向后的距离会比较长 像这样 同时呢此动作啊也有吃回避性能 以及回避距离哦 另外集中技能 虽说有吃但效率不高不建议使用要留意 接着解放斩方面啊 施放角度呢没有限制 可以从360度进行哦 像是我面对这个方向 如果我摇杆呢向前 他就往前 如果我面对这个方向 我的摇杆向后 他就会打后 哦像这样子 唯一要留意的就是解放斩的最后一下攻击角度啊 要计算一下 并且呢要多加练习和适应哦 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损失极高的输出威力啊 另外解放斩在攻击过程中是处于霸体阶段 不会受到魔物的攻击而击飞哦 当然火叫恨千字记除外 同时呢解放斩的攻击过程也会累积七刃值 与打完后可以做上刃动作相当不错 整套演示呢来给大家看一次 嘿 嘿咻 好 好 有没有 然后再做一个上刃动作 嘿 接着讲完了钢七刃斩还有威和后 我们就来说说最后一个新招式 也就是圆月 圆月呢相当特别 他和水域之起呢同属一个技能体系之下 施放过程中呢会消耗两个响虫 施放后会得到一个CD约为一分半的圆 其实呢我们只能在这范围进行任何的动作 那若超出范围呢则会被弹回像这样 好 有没有 嘿 同时呢如果被弹回两次 这个圆月则会消失像这样 有没有 他就不见了 当然如果我们进行一般的收刀啊 或者是被魔物打得太远 同样也会消失像这样 有没有 他就不见了 相对虽说圆月有范围限制 但只要在这个圈内太刀可说相当可怕 要说是一个双面刃的技能呢也不为过 首先在圆内呢我们的七刃子呢是可以无限使用的 有没有 嘿 这时的太刀可以在看破判定成功后 就算没有攻击到敌人也可以做上刃的动作像这样子 有没有 他也可以做一个上刃动作相当扯 那为了让各位更好理解 这边呢用无双斩给大家看一下 嘿 有没有 同时除了七刃子无限外啊 任何和反击有关的攻击呢 都会造成额外的最佳攻击伤害 好比说驱和看破反击 刚七刃斩威和等等都是哦 其实根据不同的七刃斩位啊 反击次数也会不同 像我们以刚七刃斩来举例好了 我们现在是没有任何七刃斩位的嘛 那等下会变白斩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他的那个反击次数哦 好像这个样子 然后他反了两次 总共三下攻击 好接着会上到黄刃 一样是三次 好接着到红刃 好 就会多一下 有四次 这样的机制呢 在其他的反击招式上呢 也可以看到 各位呢也可以私底下自己尝试看看 接着来说说 关于圆月的一些小技巧 首先圆月消失方面啊 若要使用道具呢 我们就必须要靠这个 也就是快解栏位 好比如说我们要在圈内呢 喝药吃蜜药磨刀等等啊 都是要靠这个快解栏位哦 像是磨刀 有没有 这样磨 会直接磨 而且不会收刀 像比如说吃药 好 就会直接这样吃 然后呢如果喝药 像这样 吃这个蜜药 有没有 嘿 唯一注意哦 只要一使用完 你喝药喝完 或吃药吃蜜药喝完呢 都要立刻拔刀 不管你是要用七刃斩这个拔刀 或者是收刀后 立刻按拔刀二连斩 这些一般的拔刀呢 都是可以 反正最重要的就是要立刻拔刀 不然这个圆月还是会消失 另一方面 如果想要在一般收刀的情况下 让圆不消失的话 也是要立刻拔刀 但是呢它是有个先前条件在的哦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收刀 立刻拔刀 这个圆也还是会消失 如果我们是跟魔物战斗中 于按住R键的收刀的话 那个就不太一样了 像这样子 好比如说虚核的收刀 像这样 好立刻拔 好有没有 这样就不会消失 目前呢这是我唯一发现 就是在一般的收刀的情况下 不会让圆月消失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条件 就是你必须是靠 居核完 然后按住R键的收刀 而且呢一定要使用拔刀 就一般拔刀方式 千万不能用七刃拔刀 七刃拔刀 七刃拔刀的话呢 圆月还是会消失哦 当然如果各位有发现其他方法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哦 感谢各位 最后施放圆月后呢 除了可以瞬间获得无限的七刃之外啊 还能够派成任何招式哦 好比说特殊收刀 七刃斩 看破等等 除了钢七刃斩会卡外 其他呢都算是顺畅 可以留意 刚刚说完圆月的小技巧后呢 紧接着呢也来介绍一下其他招式的小技巧吧 首先呢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就是这个小爆桶 超好用的东西 耶 我们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钢七刃斩呢也可以用小爆桶上刃哦 只是呢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东西 像是放下去后 我们要先拔刀 拔刀完之后呢 稍微等个大概一秒半吧 差不多 嗯然后呢再按钢七刃的技能 就会自动上刃 好我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哦 首先放爆桶 然后抽刀 按 哦有没有 这样就会成功上刃一次 那钢七呢会稍微有点难抓 需要练习一下 但是呢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小技巧呢 就会稍微比较方便 而且呢在多人战里面呢 也是蛮好用的一个技巧 也就是威和小爆桶上刃 那威和的小爆桶上刃呢 跟居和小爆桶上刃其实是差不多的道理 唯一不同是 他就算打到软的部位 一样也可以上刃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哦 好一样 放爆桶 然后抽刀 收刀 马上放开 然后就会上刃 有没有像这样子 有没有 这边也有没有 那或者是用 有没有 拖刀 那 recreux 然后呢就前面所讲到这个七刃解棒斩啊 他那个移步的一个微调技巧 像是魔物如果睡著了 我們如果要做最後一刀的緬斬 要讓第三下打到他的頭 必定打到的話呢 有以下步驟要操作 首先假設這是魔物頭部睡覺的位置 那我們第一步呢要先面對他 緊接著呢 背對他 然後出一個刀 然後呢朝向他收刀 收刀續刃完後呢 往後墊步一下 放刀就可以直接砍到他的頭部了 直接來演示一次給大家看喔 好就是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來推薦各位 在於這個魔物鏈舉起破搖當中 太刀目前的一些比較一些常見的玩法 像是為了應對威和的這個解放斬 在多人的情況下 或者是單人呢也可以這樣玩 就是櫻花鐵蟲氣刃斬配威和的玩法 那這個玩法呢有一個特別的需求 就是你在戰鬥的時候呢 必須要維持三重的情況會比較舒適一點 那整體玩法呢就是 我們用完櫻花鐵蟲氣刃斬之後 再用威和 然後再用櫻花鐵蟲氣刃斬 上到紅刃之後有機會就續刃 做一個氣刃解放斬 像這個樣子 威 挖一下 超魔物收刀 然後再放一次 然後收刀 然後再放 有紅刃之後收刀 然後收到底 然後放刃 欸 然後再 收刀 然後再這樣子 以此循環下去 威 當然剛剛那套的玩法呢 由於現在有這個高速更換的關係 所以有些人也會像這樣配 比如說 紅書擺威和 再擺一個櫻花氣刃 然後另外一邊呢 也是擺櫻花氣刃 威和變成特殊收刀 然後呢 如此一來搭配呢 他主要就是透過高速更換的方式 來取消這個櫻花氣刃斬的後搖外 再改變他可以鎖定的方向 像這樣 然後高速更換 然後這樣 然後再高速更換 然後再高速更換 然後有危險的時候可以用特殊收刀 然後做一個居和 然後呢 有必要又會切毀原本的 紅書 然後做威和 當然如此的玩法呢 有些人也會利用就是 櫻花氣刃斬 配這個所謂的和氣 然後不斷的玩切書這樣子 這也是一種玩法 那交換技的部分呢 還有一個搭配方法呢 就是比如說 威和 配上 鋼七刃斬 至於要配大七刃回旋斬 還是無雙斬 這部分就看個人 這一套呢 會比較是 偏向單人啊 之類的玩法 他會配合鋼七刃來做上刃 然後呢 有機會再用威和的收刀 七刃斬 來打一套 同時會配合這個圓月 來增加反擊的次數 增加傷害 這個是目前有一些 就是 單挑模的時候 太刀所會用的玩法之一 最後就是原先的玩法 就是 原先崛起的玩法 那一樣就是 飛踢 配特殊收刀 然後呢 加圓月 由於原先太刀的某些傷害被砍 像是飛踢兜割 然後甚至還有他的 CD時間也拉長了 虛擬傷害也有稍微被nerf到 所以呢 如果我們要用原先的玩法 打出傷害的話 圓月的開啟是必要的 但是呢 也會比較偏向 就是單人的時候 可以使用 因為畢竟 打團體戰呢 呃 開圓月 呃 真的是不太好應對啦 嘿嘿 那如果這套呢 要打出傷害了 圓月一定要開 那 這個呢 也是某一些TA的 玩家呢 也會使用的一套方式 如果你不太適應新的玩法 就可以這樣去試試看 只是圓月呢 要再另外適應一下 那最後一個小推薦呢 就是 威和 配上 配飛踢兜割 欸 就是威和配飛踢兜割的玩法 然後也有加圓月 加上他的上刃速度 反擊速度也蠻快的 所以呢 配飛踢兜割的一種玩法 也是 有人在使用 啊 所以有興趣的玩家呢 這個玩法呢 也可以試試看看 當然各位如果有其他的玩法組合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感謝各位 總之破巧的太刀 多了許多的新技能和動作 齒的玩法上呢 變化相當多 加上此版本對於屬性傷害的提升 更是讓變數千變萬化 當然也很多人說啊 這樣的改動呢 讓太刀變得不好 我個人建議是 倒是比較平衡一點 可另一方面呢 是讓操作的上線和下線啊 拉開很多 要打出極限的輸出 難度係數相當高 但與此同時呢 也變得非常有趣 從這個整體來說 太刀還是很讚啦 嘿嘿 只是需要多花點時間來練習就是了 好啦 這次影片就先到這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哦 那如果覺得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按讚分享出去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 也歡迎訂閱加小鈴鐺 我是沙皮 那麼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